Hello 你们好 又到6月了 现在是6月3日星期一 11点16分 眨眼又过了5月 五穷六决 这五六月就不太差 现在市场就好像我这样说 整个市场 我估计6月份 都是这样上落 1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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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做了那一队的牛熊镇 有些同学 参加我投资班的同学 就是说牛熊镇 和期权短期班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一 就开始了 一年四个星期 四堂 听他们反映 有些都赚了钱 为什麽呢 就是一队买 五九三二三 我们看一下图 五九三二三 就是红来的 红是19,268收回 我说18,000,000 就是过了19,000 市今次呢 现在18,566 有机会去补两个列口 从小时图来看 第一个列口是18,800 第二个列口是19,000 到19,200 都顶了 所以19,268 就安全 这个红 五九三二三 同时间呢 上个星期说的 买一只 或者是你拿了股票 都可以的 拿来补股票 另一只牛呢 就是五六七六七 就是17,782 那就是五六七六七 都是发行的 这个数字 17,782 就是低于18,000 低于17,875 这个牛正 所以呢 之前呢 就说 那个红呢 拿了之后 就下过去 挨回近18,000 我叫大家平了 平了一只红 平了一只红 牛就开放了 开放了 红就赚了钱 那你那只牛 当时是输的 那现在那只牛 上回来又赚钱 那就是两边赚 就算不是今天平 上个星期五平 都是赚钱 那有些朋友 就害怕 不懂得怎么玩 这件事 那他就很快 星期五就平了 那不要紧 都是赚钱 赚少一点 那为什么呢 那如果今天 来到18,500 你平一点 看看去不去到 18,800到19,000 那才平了他 那你就赚了 那你去到18,800到19,000 你又可以 又要开放那只59323 再开放59323 那之后呢 你就 开放59323 之后呢 你又不用同时间 买一只牛 那你就 因为呢 你要明白 这一对东西 开了之后呢 其实是找位 来到去 单边 平一只 开一只 那因为你一个起步 开始的时候呢 那你找两只 一只牛 一只熊 就等你买了 时间 和等到那个价位 去到那些位 你就变成了 开了 就会漂亮了 那之后你再做的时候呢 就不是做两边的了 就是单边做的 那上到去 那现在你只剩一只熊 只剩一只熊 就是单边 那只熊 就是56767 那只牛 剩一只牛 不是说错了 剩一只牛 就是56767 那你就单边做 那你上到去 现在18,500多了 那你平一点 上到18,800了 就再平一点 19,000就平了 之余呢 你就顺便 在18,800那里 就买回那只 买回那只 买回那只 59323 那只熊 19,268收回那个 那接着它又落回去 你又可以 平了它之后 又买回那只牛 那你就可以这样 两边做 那这个方法来的 那大家就 不明白的 就上堂 上我的牛熊正和奇权 那是短期班 短期班 四堂的 那就是 都会拉一些图表 教大家的 那就是 这个是 雞精班 就是 两堂 牛熊正两堂奇权 那他很详细地 告诉你 怎样处理 怎样做 那你就会懂得更加清楚 怎样去搞 那打球都要去练习的 是吧 那上完课之后 慢慢练习 有个WhatsApp Group 那一路都要跟回大家 那这样 那大家考虑一下 那下星期一 就是了 那主要说回市 那说回市 那现在呢 指数呢 就是这样的 那指数这样呢 就 你见到呢 它又咬回上来的 又咬回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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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RSI呢 又是小小 就短线 就升回穿慢线 是 但是就在50那里 那所以 那现在这个呢 就是 不是有什么大升势 大跌市 大升市的情况出现 只不过就告诉你 是一个反弹和下跌的 一个上落市幅度 那去到哪里呢 那刚才说过 18,800到19,000 甚至乎 顶了 19,200 就是这样 上线 下面呢 仍然不变 下面呢 18,000 就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31日 最低见过18,077之后 这个就是一个底 18,000 相信就不会跌破 而呢 就 说回那些 那些数字 那些 那些 那些通胀呢 其实上个星期五呢 看到那些 PCE呢 核心的 那个 是 反应通胀呢 是2.8% 就是 年对年 那 比起预期的2.8% 是一样的 前值也是2.8% 是一样的 个人收入呢 就 4月份呢 是0.3% 和预期一样 那也是小过之前的0.5% 个人开支呢 就缩了 是0.2% 比起预期是0.3% 是小一点 之前是0.8% 今晚呢 会出美国的PMI 那 就 看看那个PMI的数字 会怎样 那美匯没有什么变化的 美匯呢 都是104.52持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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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继续升少少的 日本资就跌了少少 人民币都是持平 油就跌少少 金也跌少少 差不多了 不是很大变化 北水上周五流入了120亿 流入多了 上周五就是18000点边 流入多了 主要是腾讯流入了18亿 差不多19亿 美团流入了2亿多 小米流入了2亿多 银行中行流入了8亿 工行流入了1亿多 中移动流入了15亿 中海油流入了2亿多 石油流入了3亿多 都是这样 资源那些 即是反映能源 资源那些 继续做好一点 而我选择的股票里面 有几只都叫做继续好的 比如航空股 航空股 刚才是跌了 现在跌了一点 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 继续有些钱流入 这些位置 直角度都高 你可以炸的 而且港交所上升了一些 港铁也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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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铁也是有些钱流入的 港交所这些位置也是低的 那 那 瑞星科技 和信与光学 都有钱流入的 有少少 不是很多 瑞星光学和信与光学 是继续看好一点的 那 700 腾讯 阿里巴巴 这些是有少少钱流走的 那 但是呢 就 见到北水是流入的 那 所以700 都是那句 去到365 就可以去想一下 那 上个星期五 最低落过359.8 那是靓位 靓位 靓位 可以继续坐一会儿 那 应该也有机会去回382 那头 阿里巴巴 也是 上天 就是一个靓位来的 星期五 那 至于 另外 一些石油的 油福股呢 就 譬如 巨淘海洋石油呢 是有很多钱流入的 但是呢 它的市值很小的 那 但是整体来说呢 因为油呢 都是高企 那 相信有利的 那 而这么多的油福股里面 就是 就是 嗯 譬如是 中海油田服务 或者是 安东油田服务 就 几只里面呢 就暂时来说 巨淘海洋 会比较好些 但是呢 比较大的 就是中海油田服务 那 它都有 少少开始 想转好的 那 这些 你不妨可以少住 二八八三 你不妨可以少住 那 至于 嗯 之前说的那些 譬如257 江大环境呢 继续是好的 今天升了2.7% 虽然有很少的钱流出了 那 但是呢 整体来说 都没见到有什么很大的钱流走 那 另外 切塔也是 9.2% 9.8% 越海呢 就有少少的 获利回吐盘的 所以最近是压回一些 但是 我条短期平均线 是4.42% 第二条平均线 是4.41% 如果挨近那些位呢 都 值得的 有直播率的 上个星期都说过 上个星期是4.42% 就是挨近那些位 4.42% 这些位呢 就有直播率的 那 金山软件 都是轻微 做好少少 有少少钱流走了 但不太多 那 那 都是继续 那 卫市街街 也是 升了3.4% 那 这都是OK的 那 至于1579 移海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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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继续 那 比亚迪又怎样呢 比亚迪又怎样呢 比亚迪呢 就 那个 越对越的 那个销售情况 都理想的 看到今天呢 就做回高一点 但我建议都不要高追 因为今天呢 又去回那些 之前的高位 之前高位呢 是233.2% 那 那 今天呢 最高去到235回头 那 都有压力的 吉利呢 也就是 少少钱流走 但吉利相对来说 比亚迪更好看 比亚迪更好看 吉利 我想如果你想的 这些位置都可以的 值得去买入的 那 整体来说呢 就 市场就是这样走法 美团啊 京东啊 百度 那些没什么特别 那些我们就再观察一下一下 暂时这些都没什么特别 那 联想呢 就 上个高位 下来之后呢 在这里打底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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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3,最低11.106 这个都是高了一点,让它回头先 回头先,看看它最近回落这一下 会不会站得起来 因为看回Stochastic和RSI或者MACD 都是确实看到它有回吐的压力 这个回调可能都还未完结 我们再等一会儿,看看它 整体来说就是这样 其他股票的那些,青岛碑、华云碑等 这些没什么特别的 那些体育用品股都是 所以暂时没有东西看 整体的市场就是这样 至于那些内房呢 就123,119,保理或者月秀这些 就继续坐,华人置地这些就等 等一等它回回再多一点 那些平均线在27.5 等它回到那些位置先 那其他那些呢 那其他那些呢 就本地地产都是 没得特别,主要都是看回地铁 地铁会比较相对好些 那港交鎖地铁和上星期五 都是这么说的 那这些都值得你去继续坐下的 那整体来说就是这样做法 那买了股票 找个红证套住 那红证就买了股票 找红证套 那如果是现在来买红证呢 就当然等它再上一些 去到18,800附近 那里才去做 那至于有个牛的 就走了一些之后 那整体就是这样做法 那大家加油 那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想法 可以跟我交流的 那在电话那里 688-99-180那里 那很欢迎你 在那里就和我在WhatsApp那里 那里或者微信都可以的 P-A-N-T-I-E-S-H-A-N 就是班列山英文语音 那你交我微信 那我在那里就和大家去交流一下 那你有什么想法 那可以在那里和大家去谈一下 那多谢你支持 按like按一次就好了 不要按多一次 按多一次就无效的 那还有喜欢的朋友 介绍多一些给朋友圈 那这个频道有赖你支持的 那叫他订阅 订阅是免费的 订阅完之后有个钟钟 按下钟钟 全部有新片告诉大家 多谢你支持 说到这里了 拜拜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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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